林常佐火速出面回应 宣示正面对决决心 因为中选会3号傍晚最新公告 罢免林常佐二阶段联署过关 他面临罢免危机 然后也确定通过了 接下来就是难运对决 特别是柯文哲的态度也很重要 因为民众党在忘华中 也实际他的票关键的少数 因为我们本来就知道 他们不会散发甘休 我们本来就是以 在投票的那个时间点 来守住中生忘华为目标 在这一个 我身为在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这也是我自己应该要尽的失责 这些既定的工作 也不会受到这些 报复性罢免的影响 林常佐强调 不论国际发生还是地方服务 不应罢免案停摆 团队全力冲刺守住这一席 根据中审会公告日程 将在16号发出罢免公告 20号完成投票日名册编造 30号到1月8号之间 办理罢免说明会 明年1月5号公告投票人数 在1月9号进行罢免投票 但是我们当然包括扫街三路口 然后以及小型的客厅会 其实我们已经陆续举办了 就有客厅会 守住公投以外 接着1月9号 我们当然希望综合选区 也是邻居 可以顺利的当选 然后我们也在台北 可以守住中宗马马 在陈伯伟遭到罢免后 如今林常佐也要立抗 报复性罢免 喊话终止恶战 新闻张晏晴诸子军歌的刚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